今天是2021年12月21号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早上 7点31分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看张图 这个是月球的 一个是月球的正面 一个是月球的背面 我们以前的领牌已经知道 月亮是用来反射太阳光的 反射到地球以后 让农作物的产量提高20% 所以为了不影响农业产量 严谨登月和采矿 因为月球里面是空心的 如果采矿你把它打穿了 月球就避掉了 避掉了就没了 那今天我看到这上面 正面为什么要那么多黑的 背面是光的 所以我要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看原则的一爆炸 一爆炸 原则的一爆炸以后 然后我看到那些人 脸黑掉了 脸黑黑掉 这是远处的 没死掉的 脸都黑掉了 然后你看那个原则的爆炸 很远处的人 全面身体就黑掉了 全面身体就黑掉了 银子的那一面就黑掉了 然后爆炸以后的工程 传到月亮上面 然后月亮也黑掉了 月亮也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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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小爆炸 刚才那个爆炸是大爆炸 就像那个广岛长崎这样的爆炸 后来就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就 没有那么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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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这个月亮也黑掉了 月亮也黑掉了 是核爆炸 是那个月亮上 那也快黑掉了 那么人家会提出来 那么 原子弹爆炸 也就才四五年的时候 我们好像听那个 那个嫦娥和吴光的故事 这个故事好像已经 好几百年 或者好几千年了吧 没错 为什么 我们原子弹爆炸 地球上的原子弹爆炸 也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一般来说在四千八百年 一个周期 也就是说 原子弹爆炸以后 更大爆炸以后 就把地球上全炸死了 炸死后来的人 哪里来呢 是外星人 把外星球上佩胎 再送到地球上来 再 一点点 繁殖发芽起来 然后人家为了 那个争得土地 为了争得这样 慢慢发生战争一个 差不多了四千六百年 一个 慢慢又没到了核物质了 然后呢 又一次爆炸 差不多四千八百年的时候 一次爆炸一个 又消失掉了 无论你多少个人 都会那个月球 造成一次影响 然后造成一次影响 我们前面的领盘 已经知道 太阳以前是没有的 在三十七亿年之前 就定造太阳 二十七亿年前 点火 产生了太阳 造好太阳以后 外星人跟我们的地球 造了个月亮 也就是说 二十七亿年前 才就这样 二十七亿年以后 到现在 原则呢 在地球上的核爆炸 就无数次了 能炸一次 一下子 把月球表面 炸黑了 然后再来一次 又炸黑了 再来一次 又炸黑了 那么 那个 嫦娥和吴刚的故事 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 四千八百年 周期当中的故事 这个四千八百年 实际上 已经经历了四千六百年了 还是两百年 那么 这么一来 我们看到刚才的图像 是核爆炸引起的 那么 我们回过头来看 你看 它的背面就没那个问题了 背面就不黑了 我们在那个 我们在那个 我林牌的时候 一开始 我就说了 一爆炸的一个 一爆炸的一个 人就黑掉了 前半 就在那个 在战场上面 就普通的打仗 一爆炸的话 也是黑掉的是前面 赢在那面 赢在爆炸的那面 就黑掉了 所以你看 当兵的人 打仗的时候 打打打打打 脸上就黑掉了 那个黑掉 黑掉就是 一次一次爆炸 赢在那边 就炸黑了 那么 如果没有赢在那边 还是正常的 那是同回事 同回事 好 再见 再见 知道这个回事了 再见 再见 再见